还可以 打小丑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这个ID就很理性了 打小手的话去搞一下他的盒子 不一定要杀他 主要搞他的盒子 打小手有个技巧 看好 不怕他的盒子的 你开局丢惩 惩戒没关系 让他稍微效率慢一点 别惩 就等于 白给一个惩 知道吧 他存在CD又赚好了 让他埋盒子 这样的话起码 会让他慢个十来秒 让他少刷一组野 晕了 角度不对 看他没有 开局就探援手 看他有没打了 打红就知道他什么开了 应该跑去打蓝去了 别给我红头了呀 这样单开很慢的 谁打这种小手应该直接带扫描的 直接去反他的野 我看到他埋盒子了 好像是 我们不会年龄没有防卫的对手 追不上哪 不应该学个两击二的 我又不难受你这样子 我拿好像过来 我又不难受这样子 我又不难受 我就是没有学义知道吧 学两击二 我以为他会去偷我野的 小手前期的节奏很重要的 他这样前期一点节奏都没有 废掉了 我还差一点点经验 你看他还是两击 我又不难受这样子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他刚才该怎么办呢 直接放弃他的红区 知道吧 去我的红或者去刷他的蓝 我们的本能 我又不难受你跟我这边换啥的 我又不难受 我又不难受 他还是两击 我其实可以越塔再反他F6的 算了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这四分钟两级的小丑还有个锤子用 小丑的前几分钟就是他的黄金时期 这就中路测了点经验了 算了 这个月的冰线过去搞他有点不太好 主要这个艾克出来了 去个锤子下 他去刷野去了 他两级怎么去下 他打不动人现在 看了没有打下的就得这么打 没办法 我老小丑了 不怪他 看这个人 爱迪应该也是一个主玩小丑的玩家 不怪他 他碰到了更强的对手 要越了 我来救你 雄行 鸟行加速 留着最后一发 等他大没了 一来一个再见 我不吃你的帮你打仓 猴子等级有点辣 你自己轻过去吧 这把小丑跟他没关系了 对面这个阵容减速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把来个三速鞋 三速鞋的话直接配合我们这个效果 像我们说的效果等于减速直接免疫 知道吧 直接免疫了 我们下位我们冲也能减速75% 加上我们三速鞋再减25% 直接百分之百啊 他不是吧 这还要拉龙 这是我没想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路 被看到了 好像不敢打了 他这样的很拖节奏啊 鞋子看情况选 还有人帮他做一样 没事不怕 来了我们可以直接走 来就来嘛 怎么样嘛 这鞋子这个英雄就那么点伤害很好计算的 我们的死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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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开心了是吧 他在草里面 月塔把他杀了兄弟 你这不杀他 他估计有大了我感觉 先逼一个大吧 先别急 你说得烦我干嘛的 线上优势这么大 直接对线把猴子打爆了就行了 现在都好了他崩了 可这波线都吃不了 这个蛮子原本对线优势很大的 你们知道吧 好了 现在开心了吧 直接让他盒子失效 刮个红橙 怎么不第一时间显示的 也是他已经无了 小丑技能是我自己 双烧 打这蛮子也太好打了吧 乌迪 我感觉上了乌迪 可以打蛮子真的 打蛮子换血跟白嫖一样 9分钟4级的小丑 他的ID就知道小丑是我自己了 看他ID就是一个专门玩小丑的 他前面6级蛮子 4级猴子 这伙猴子快8级了 我现在还要把塔蟹了 2级反转 我来了 熊的速度 我 我带极法 就对有一命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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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通常你怎么死了呀 帮他推过去好 好人做到底 宋佛送到西 不然他这个线要被卡 我真是太善良 这猴子已经开始学会抢达了 已经开始当上这个蛮子了 所以你干嘛要搞我呢 不搞我不就没事了吗 直接对象打奔一路他不香吗 你看我这个人都喜欢发育乐爱和和平啊 我看他说我犯了 好人喔 回家了 我哪搞他了 明明是他先动手的 我这是被迫反手 把这个炼金罐先卖了 对面这把打不动我们 也搞个巫妖 现在来个戒指 看了我还有一层皮子 这蛮子没有旋风掌 他跑了 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 啊还在 我们的蓝好了 这蛮惹人呢 好家伙 线不要了 临阵脱逃 他估计知道我要来越越他 不是换线了 先消耗一下 等下我不是要散的啊 你冷静一下 诶 这小伙子怎么一点都不冷静呢 我先消耗他一套 打半血 如果他跟他不开大 走第二个E他就死了 他跟不上我的思路啊 没办法 我搬了他这么多波 他太相信我们了 他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了 我们的本能如同鸡头般锋利 偷发育是吧 还吃 来他有旋风掌 等一下 等他过来 我接你 来 炫风掌 大都不开 助攻不给我恶心人是吧 他都不开了大也要死了 开了大我就有助攻可以拿了 哎呦 这样的话即便让我少 即使让我少了一个助攻 他又省了一个大招 可以一键双雕啊 老蛮子了 咳咳咳 我们的狂怒 仍在继续 咳咳咳 呼 哼咳 哼 他又要回家了 他没血了又没野给他刷 他这么点血要死的 我回家把无妖买一下 我怎么感觉有点过分的 是不是不好啊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要不要再过分一点 猴子被反刷了 赛克去哪 好能溜啊 他哪看到我来 他没大的 往上走了 赛克他想家了 他知道我在 没想到他只是来刷线而已 高估他了 去他蓝条 那乌迪尔也太猛了 这小组不喜欢刷油 我们帮他刷干净 他们线都不要这样子 上路等于少了一路经济 我就不跟你打 挠你一下 我就不跟你打 挠你一下 那我就不要跟你打了 这波我是要真跟你打了 叫人了 我说他怎么敢过来呢 太卑鄙了 我们这波上当了 这波 不叫人来的话 我刚好 请问派云 在一个鸟形态 一两下 他就死了 给对面拉 拉一个吧 瞧把这孩子记得 10秒 对面打先分了 我们拉龙好了 乌迪尔出魔切 没用 魔切没啥用 熊形 鸟形 龟形 哇 4200的伤害 还是不能买戒指 这个龟 龟龟的血没回起来 待会得给这个小炮先杀了 这个人有点小肥的 火难 感觉还是得买个血手 其实来个蓝盾也可以 对面暴击的 算了 这个戒指卖了吧 不能出 有剑巫妖 打伤害就够了 不然的话 顶不住 太脆了 这也能暈到我 前面的都是真的 还要打我是吧 当我没有脾气是吧 可以 这拨手腕子开架 救了我们一命 我去折磨这个蛮子去了 不给他 还手的机会 晕住 A个跳弹来 跳弹该该A了 跑快快来一个 他被我烧死了 兰盾900 敌心的本能 指引着我们的拳头 咳 兰盾买了 揍了 待会走到他脸上 给他开一个兰盾 减攻击力 减爆伤 呼 呼 呼 呜 呜 这边太想杀我了给你们打我 23分钟,算了,算了,他们人多 提不起来了,差一点点 蓝盾买了,再来个魔抗 我感觉我的魔抗不够高 火蓝估计打了我比较多的血 打了我853 蓝盾放恶剑 450 把这龙给他空了就好了 再来个腹肌豆腐 这火蓝打我还是有点痛的 其实打到后面打防的时候 鞋子也可以换了 现在先留下来吧 我能看到我好烦啊 对我过来,他们死了 我的伤害不够,瞬间给他秒 我要是玩个刺客直接给他秒了 他就 还不了手了 只要我们得两套技能才能杀对面 不行,我们这边得来疼 我肉归肉,但是对面伤害这么高 也不好顶了 也不好顶了 1177 这个鞋子再换一下吧 身不够,等一下 抱船就好了 感觉这两波有点小送 猴子可以跟我一起切后排的 我把人定住打半血 他刚好进来一个EQ 或者直接ER就全收掉了 他们这个阵容后排伤害高 猴子你跟我切后排 这边就打断一下 刚才隔墙可以再烧一下 他被我晕在墙壁里面去 对嘛,这个就很理想了 就是这样子打 他晕 鸟烧 这不就搞定了吗 有个人跟我配合一下 主要这乌蒂尔 除非你很顺,出纯AP的 不然不能一个技能把他秒了 有削过的主要是 以前可以的 刚开始出来没削的时候可以 这R最厉害的是 有金无险 拿下这一把 可以下一把 可以下一把 14-4 伤害最高 结算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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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那尖语言